若闻莫名 受众之后 身尊贵家 诸根无缺 这就是相貌 也端正 也庄严 但是 又到人间来了 那没有是人生 或者修的佛报更大 到天上去了 约解天 这都不难去 诸解里头 大论一论 身查理 唯有实力 查理 是皇族 那这又大实力了 身婆罗门家 有大智慧 身居士家 这就是富贵人家 他到这些地方去了 固能利益众生 实在讲 念佛人 绝大多数 都在这个国宝 所以真正往生极乐世界的 不同 于是我们就明白了 在这个世界 做大官的 发大财的 那有聪明智慧的 在社会上 有地位 受人尊信 这些人 他们是什么人 念佛功夫 不到位 那过去 李老师常常 跟我们讲 一万个念佛人 真正能往生 三五个而已 那不能往生 不能往得这个 得这个佛功 人天佛功夫 如果不是念佛 要得人天佛功夫 人天当中 得大富大贵 做帝王 做将相 今天将做大企业家 拥有一万财富 都是念佛人 都是佛门的子 但这样殊胜的国宝 那不是没有原因来的 富贵是国宝 国必有盈 我们再看 那老居士有盈 会议书里推断 身影下见假 受世勤慢 立即曝光 事故 闻名得福 来生 借生 尊规之家 有诸根 就是 言而必许神 义这六根 六根不缺 居足啊 会议书里的这话说的好啊 还有不少人 身下见假 贫穷下情 啊 世间人 跳不起 清满 啊 这是什么呢 立即不过 即的善 不懂 我们都能看到 我们通常到有党中 你细心观察 有很多人 喜欢做善事 啊 自己 身吃兼用 借神下来 欠做好事 啊 利益众生 这种人 来生 身尊规之家 啊 还有很小气 直徒自己享受 不愿意照顾别人 那来生的人生 神 下见假 金 不能不殊途啊 不熟读 不了解 这些四世真相 啊 学佛的人 都懂的 不能说不懂 因果报应 都懂 啊 虽然懂 懂得不够深 不够透确 所以在行持上 依然 念念都想到 自己的 理 啊 啊 自己有的富贵 不肯 实施 给人 这就 这就错了 啊 不知道 修 福 不知道 积德 啊 出不了 要轮回 要轮回 那就 夜市不如 一世 啊 这一生的人生 来生可能 人生都得不到 纵然得到 贫穷下见 这些 因果 都在我们面前 的 我们随时随处 都看到 看怎么样 看得不懂 啊 没有感觉 啊 那这个经书 念的多的 他看到就有感触 他看到果 就想到因 看到因 他就 就也看到果 修因 之果 人 应当要 积山 修福 人天 尊敬 不怕吃亏上当 吃亏上当 也不放在心上 没有怨恨 这就是 修 就是 祭福 啊 总要是 搞清楚 搞明白 真搞明白的 菩萨 知道 一切 一切众生 跟自己的关系 是一体 一体 能不照顾吗 啊 修福 我修我做的这个福 好事 是利益众生 利益众生的人 越多 福报就越大 利益众生的时间越长 你想富就越久 啊 大福 大规之音 都在能帮助苦难众生 帮助什么 帮助他破灭 离开悟 这跌腹 这真有智慧 真有智慧的人 不迷惑 不会遭孽 不会遭罪 啊 人就怕糊涂 就怕迷惑颠倒 啊 以为眼前 带一点便宜 也是福报 错了 啊 不应该得的 你得到 就是罪业 啊 应该得到的 也要 借钱 希望把多余的 帮助苦难的人 这就对了 啊 不但要救济人的生命 最重要是 救济人的慧灭 帮助人开智慧 那用什么方法 教学 啊 教学 虽然现在 生活比较苦一点 来世 佛报 大了 你帮助别人 破灭开悟 如果是奖金 那佛报就更大了 啊 今是佛菩萨 传下来的 将今 等于佛菩萨 说法 利生 天地人都 真天懂 断我修善 积功雷德 这样人都了 社会也会安定 世界也会和平 这个功德 要多了 啊 那么今天就算是吃一点苦头 也欢喜啊 阿 你 佛 佛 阿 你 佛 佛 佛 你 佛 佛 佛